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参加国务院联合联合局势举办的新闻 刘青先生,国家医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 结束国际关注的托发公共卫生事件 并不意味着新冠疫情的结束 也并不意味着疫情危害就彻底没有了 更不意味着我们对新冠疫情就可以放人不管了 而是表明以人类目前的能力可以有效控制这种危害 还要继续做好相关的疫情防控工作 以保护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意思继续开展新冠病毒的变异情况 和疫情发生发展情况的坚持 需要进一步健全坚持网络 加强坚持能力 合理布局坚持少点 做好预警和风险的研判工作 二是继续加强对高位人群和重点人群的疫苗接种 新冠疫苗对防重症防死亡 乃至更有效的防控疫情的传播都是有价值的 需要予以坚持 三是继续强化临床管理和救治能力 特别是对重症的救治能力 近期全国发热门诊监测结果显示 五一期间部分地区疫情出现小幅上升 当各地在院重症病例数均未出现大幅增加 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也未受到影响 总体来看国内疫情目前仍处于局部临行散发状态 各地医疗服务秩序正常 全国未出现规模性的疫情 对于我国来说 此次调整 一是有利于我国的国际交往 包括贸易 旅游 学术交流 留学等等 减少此前因部分疫情防空措施 带来的不变 二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们将会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